9月24日,第五届中国青年马大赛圆满结束 在青年马大赛中,网友们也发现了不少的德云社演员 看到孟赫堂又在霍霍千大爷的小矮马 不少的网友都要去告状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孟破坏堂又上线了 这也就是孟赫堂,要是换一个德云社的演员 小矮马真承受不住 今年的青年马大赛中因为于谦老师没在 作为于谦老师的干儿子孟赫堂则担任了颁奖嘉宾 看到这一幕,不少网友表示,孟赫堂真是出息了 而于谦老师作为主办方之一也在海外专场结束后 马不停蹄地从国外赶回来 并且直播与大家见面 不得不说于谦老师是真的宠孟赫堂 直播的时候孟赫堂一直都在身边 就连给粉丝抽福利的时候都让孟赫堂去抽 结束后还不忘干儿子 孟赫堂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不但有郭老师传授自己相声方面的知识 还得到了于老师的提携与爱护 这对于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是何等的运气 虽然于老师对郭老师的徒弟都是亲亲热热的 但对孟赫堂感觉就是不一样 就是觉得更亲近 更热乎 这盒能吃的吗 这盒真的能吃的 谁说能吃的 能吃 真的能吃 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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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怪粉丝都说七队的脑子都随了队长了 粉丝说什么就信什么 真是太实诚了 看到这么好片的孟赫堂不少网友表示 是能吃就是咬不动 不得不说孟赫堂是懂得分享的 得知好消息的孟赫堂 也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干爹于谦 干爹 我给你说一句 这块能吃 直播不行 对对对 那我就不知道 这碗能吃 这个碗是玉米做的 能吃 但是很难吃啊 就把碗吃了 把冰流热了 就是很难嚼 这就是亲父子俩吧 孟赫堂就像是知道一个知识点 像父亲炫耀一样 而于谦也是想也没想 就吃上了一口 还告诉孟赫堂吃这个东西的口感 估计于谦老师也知道 孟赫堂没有吃过粗粮 形容不出口感 就像父亲教导儿子一样 告诉孟赫堂 虽然孟赫堂是郭老师的徒弟 但从小是在于谦身边长大的 衣食住行的费用都由于谦夫妇提供 于谦到哪也都带着孟赫堂 说是拎包打杂的 不如说是给孟赫堂创造机会 要知道于谦身边可都是大佬 跟在于谦身边不但提高了孟赫堂的人脉 也开阔了他的眼界和格局 甚至在孟赫堂第一次小园子专场的时候 还专门托付观众 多多关注自己的干儿子 今天是孟赫堂 我对孟赫堂的专场 孩子挺好 希望您能够像想当初捧郭德纲 于谦似的碰碰我 这些孩子们 有真有不错 像小妹呢 刚来 刚来的时候就带我家住 这些年陆陆续续的成长过程 我都看 孩子确实人有踏实 灵气也有 各方面都挺好 现在呢 站在台上也独挡一面了 我呢 破车别爱好到 给孩子换上来 您做碰碰我孩子 如今孟赫堂也已经成长起来了 在干爹不在的时候 也能撑起一片天 从青马大赛开始 就在线跟现场的粉丝互动 给选手颁奖 为年青马大赛攒了不少的人气 在于谦老师心里 孟赫堂就跟亲儿子是一样的 而孟赫堂也拿于老师当亲爹对待 两人的父子情义不是亲生 却胜似亲生 在这个利益至上的娱乐圈里 能有像于谦和孟赫堂两位 这般的真情意 实属少见 投我以桃 抱之以礼 希望这份真情 能一直流传下去 请不吝点赞 蓝色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